接下来这个主角 30多岁被诊断罹患鼻咽癌 当时他万念俱灰沮丧抗癌 但这一段期间 刚好有机会帮朋友照顾蜜蜂 而蜜蜂那种追求大自然 健康生态的生活 给了他新的动力 于是从大自然和蜜蜂学到的智慧 让这位抗癌人成为健康养蜂人 老天把你关了一扇门 一定会把你开了一扇窗 但是这扇窗 你要如何去找他而已 陈万吉是在大病后消沉了一年多 才决定待在南投中疗老家养蜜蜂 三天至一个六天会来寻一次 寻下看有没有蜂王 看有没有狮王 看里面的运作怎样 看有没有蜜 养蜂不轻松 收蜜后还要常寻室 发现有蜂王还在 蜂香里却产出王台 攻蜂争相喂养新蜂王的状况 他马上移走王台 避免日后两王相争 刚才这些没有蜂王 现在等一下就把这只拉下去而已 这是你的宠物 你已经习惯了 要知道会不会惊人 用心感受蜜蜂状态 动作轻盈就不会被遮 陈万吉的心得来自于 从小在山上生活 喜欢观察蜜蜂昆虫 但他从没想过以此为业 出社会做的是农机业务和维修 因为印象中父母务农 实在太辛苦 那时候香蕉可以割了 台风进来就被打掉 台风一进来就被打掉 是这样 反正那时候 你那时候出去外面工作 至少不用提心 吊杆没有收入 养蜂也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今年龙眼荔枝花矿不佳 蜜蜜源不足 他就得想办法 让蜜蜂别饿肚子 拌那个大豆粉跟那个花粉 给它吃 他自制蜂粮 替它们补充热量和蛋白质 热人可以吃啊 人可以吃蜜蜂就会吃 蜜蜂和人一样 都需要好的食物和环境 陈万吉的深刻体悟 是在六年前那一场大病之后 持续大概一个月 就两三天两三天 咳出来就是有血块 跟血湿这样 到医院检查 他就说你中奖了 才三十多岁 就被诊断出鼻炎癌二期 当下的他脑海一片空白 大班 小三 国医 小孩子都还那么小 又没有什么积蓄 那小孩子要怎么 如果这治疗当中 出了事前 小孩子要怎么办 我告诉我自己 铁定要好起来 是铁定要撑过去 不管多苦多累 一定要撑过去 那种心态激发我自己的潜在 无法继续从事以往的工作 却肩负家计 他一定得另寻出路 完全没有经济来源了 刚好亲戚跟朋友 都有人在养蜜蜂 那时候正在采蜜蜜 缺人手 就叫说来帮忙 帮着帮着做出兴趣 也自己收了一窝离去蜜蜂 回家饰养 但很快的他发现蜜蜂无故死亡 竟然和中疗一带盛产的 冰榔有关 冰榔它不是 它也不是属于水果 也不是属于蔬菜 它没有药茧的顾虑 我们这边最怕 怕蜜蜂药 因为蜜蜂它很高 地下的草没有除掉 喷药下去就会影响到蜜蜂 蜜蜂会下去采那个 也那个炸草的粉 偏偏蜜蜂飞行距离五公里内 都是槟榔园 现在目前山上 在过一阵子 人家就开始喷荣药了 蜜蜂根本受不了 那一次中毒事件损失惨重 它一度心灰意冷 把最后存活下来的送给朋友 用来替火龙果受粉 没想到两周后 有了惊人改变 已经想放弃了蜜蜂 结果变成那么漂亮 那时候点醒我 点醒我一件事情 环境真的很重要 原来换到好环境 蜜蜂自然会好 既然要改变他人 农药使用习惯很难 不如先调整自己 所以他决定赶在六月 槟榔开花喷药前 替蜜蜂搬家 这是一件大工程 必须趁着他们还没归巢前 完成前置作业 把他窗户 还有工程 要把他铲除 然后空气开始对流 等会要一项一项堆上车搬走 空气对流好 才不会闷死蜜蜂 陈万吉和妻子 照顾他们的细心程度 可不输养育小孩 他每天进心出出 我们在看他 会想说 那时候我们心里就说 这是宠物 那时候就分散我的 分散我的注意力 把我的心思 都投入在蜜蜂上面 越投入就越没时间 恐惧疾病 陈万吉慢慢走出阴霾 找到目标 也因为养蜂的劳动 体力精神都好转 如果今天 我在一个好的环境 我心情会好 比较没压力 当然我们心里 勉力信头 就会提升了 去哪天蜜蜂找好环境呢 他到处询问 修耕田去地主 是不是能让他 安顿风箱几个月 但起初不顺利 我们是外地 我们外地进去的 去那边 他们有时候要撒药 我们不晓得嘛 我去把场地全部割好了 放下去 三天我马上撤走 因为马上中毒 又是一次林田污染 他必须更小心 再硬着头皮探寻 最后找到 彰化王宫海边的树林 只是从中疗到那里 得开车一个多小时 为了缩短蜜蜂 闷在箱内的时间 移蜂的每个环节 更是不能出错 心情就像个杂伙 赶快赶快赶快 只有赶赶赶而已 还好有妻子和朋友帮忙 贴心的大儿子 也是得力助手 你放在车上 他知道父亲从抗癌到养蜂 一路走来辛苦 还常为了彩蜜遗蜂 连饭都没时间吃 所以下课 他就帮忙买了晚餐过来 饭的过程真的是很累 像你们 像你们要跟我们 跟至少六个小时 在工作缠口器的空档 随便爬几口面 陈万吉心里想着的 也还是满车的蜂箱 如果你放在箱子里面 它没有云 它不会等亮 那现在已经把它搬动了 这次我们已经地震了 惊慌 就会变成灶热 蜜蜂躁动会让蜂箱更闷热 曾经它拖延到时间 导致两下蜜蜂死亡 它说心疼的不是经济损失 而是它们都是生命 刷胖了 刷胖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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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他们是陈万吉生活的重心 蜜蜂让一家人的生计有着落 也领着它走出黑暗 看见前方的光 老天爷就留着擅长给我 是律宫 我不晓得 那是莫名其妙的 就是律宫 年少时的兴趣 进成了大病之后的出路 命运的安排很巧妙 传万吉珍惜 随努力 都是晚上 晚上命运会归草 归草之后才能够移出 再走 黑漆漆的都习惯了 两封人 两封人 两封人家就这样 都是靠晚上在工作 每每一封时 他都绷紧神经 像咚咚一声 那个片子有撞击声 它撞击声的情况之下 蜜蜂就会受损 所以不能开 再封箱 要很小心 小心翼翼开了一个半小时 才抵达荒废田区中的米树林 这样的三板 这样的三板 哎 撞击声 救命啊 怎么这么快要凶声 外有痒 那边 外有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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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的人 這邊的農民一半是漁民 所以這附近一半是漁民 等於說它農作物比較少 要害又比較少 少很多 這裡沒污染 還有不少野花提供蜜源 所以它在田邊樹林裡整地 風箱藏在這兒 引力性高 減少人為破壞 但並不表示放了之後變高枕無憂 曾有一次遇上排風天 差點摧毀心血 樹枝打下來一定會打到風箱 樹枝雨太大 灌進去 所以它還是得三天兩頭 從南投往彰化跑 關心風箱狀況 一次以百多箱 同樣的大工程得重複做兩三次 才能替所有蜜蜂完成搬家任務 再趕再麻煩 它也從不嫌累 這要留在哪兒啊 蜜蜂在城外級仔細招料下 越來越健康 蜂蜜品質也獲得肯定 可以出來了 好 好 好 還好 這樣好 這扇失去的 這樣 還好 好 好 快好 OK 一逢變好 陳萬吉的健康和生活 也跟著他們一起變好 這個轉子也許是褪變吧 我常常跟我自己 有時候我在想 幸好 我在三十出頭我就中獎 那時候三十出頭 剛好最強壯的時候 剛好美麗系統最強的時候 可以抵抗病魔 幸好是我 因為我從以前都是 不認輸的人 你要抱怨 要怎麼抱怨 你要面對它 不要把人生留下任何遺憾 不要留下遺憾就好了 他讓陳萬吉學會在困境中找路 懂得健康和環境的重要 還有面對人生的態度 善待自然也是善待自己 善待是善 Autumn